文章来源 雪球 重大资产重组利好 股价一个月涨140% 周五盘后却突然公告被立案调查 国中水务的这则消息让近十万股东慌了 宁妖 翻倍大牛股 突遭立案调查 8月23日 国中水务公告 公司及公司股东上海彭新集团有限公司 于2024年8月23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以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决定 对公司及公司股东彭新集团进行立案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了整个环保产业中的市政供水 污水处理 新型城镇分布式公牌水一体化 工程技术服务 绿色可持续能源 以及项目建设等多个领域 近期国中水务股价大涨 主要因为7月22日晚间国中水务公告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间接收购北京会员 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会员 具体来看 国中水务拟收购上海雍瑞持有的朱季文盛会 不低于2.3亿元注册资本 收购完成后 公司将累计持有朱季文盛会注册资本 不低于8.16亿元 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 不低于51% 从而成为朱季文盛会的控股股东 及北京会员的控股股东 作为国民果汁 会员2021年 从港交所退市后经历了破产重整 2022年6月 北京益中院裁定 批准了北京会员的重整计划 文盛资产作为重整投资人 投入16亿元资金 成为其控股股东 重组后的北京会员 继续持有会员果汁 这一核心 商标品牌和生产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 文盛资产在接盘北京会员后不久 便开始了与国中水务的合作 自2022年12月起 国中水务三度增持朱季文盛会的股权 对北京会员的间接持股比例 上升至21.89% 而此番押保会员果汁 也是个双赢范例 国中水务2023年年报显示 参股公司朱季文盛会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27.45亿元 实现净利润4.09亿元 国中水务在该项目上实现投资收益 8283.63万元 占当期规模净利润的275.77% 成为公司扭亏为盈的最大贡献者 银二 一个月大涨140% 信批被诟病 在7月22日宣布 你收购北京会员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后 国中水务就成了近期市场炙手可热的牛股 在跨界收购利好的提振下 国中水务股价受到了市场的追捧 截至23日收盘 再度强势涨停 涨停板丰单超过11万手 股价爆3.72元每股 总市值超过60亿元 该股股价7月22日至8月23日 大涨140% 虽然究竟涉嫌何种信批违法违规 此次并未披露 但国中水务近期的信批问题 已备受市场诟病 国中水务在披露重组计划前 股价提前涨停 有投资者质疑利好消息泄露 7月22日公司股价涨停 当日该股成交1.95亿元 随后股价又连续6日涨停 7月22日盘后 公司公告了跨界收购会员果汁的利好消息 另外对于公司股东彭新集团来说 这已经是月内第二次被立案 8月14日彭都农牧公告公司及控股股东彭新集团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 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利案告知书 彭新集团目前持有三家A股上市公司 分别为国中水务 彭都农牧 彭新资源 而彭新系收入规模最大的上市公司彭都农牧 目前已走到退市境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